媽媽 不要走 媽咪不見了 她主要是想要討論一件事情 生活當中的主要照顧者 因為工作或是忙碌 或需要照顧外地的家人 不在身邊的時候 那我們 誰會來成為那個照顧者 幫忙的人 或者是成為支持者 救命啊 如果媽媽離家出走了的話 那今天晚上怎麼辦 我覺得戲是一個 很容易可以傳達感情的一個媒介 然後透過一個故事的方式 其實每個人都是很愛聽故事的 那特別是年代隔很遠的人 他們的故事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更何況這個是離了三代四代 那個故事是更吸引人的 當時我才二十歲 持別的母親 在船上擔任兩三年 有一件這樣就可以回去 但是 從此一別 就再有機會見面了 她可能在劇場裡面總是 默默的 那個安靜的角色 小妹妹 你怎麼了 我沒有公布幫我玩 我欠揚我媽媽 她會幫我玩 你妹妹不不不理來了 可是她回家 是劈一趴跟我講一堆的 跟我形容 今天導演怎麼樣 哪個奶奶 哪個爺爺 今天又怎麼樣了 哪個小朋友 今天又發生什麼事了 對 所以我覺得她在劇場裡面是快樂的 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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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們很可愛 會跟我們一起玩 有時候我們會幫她 有時候她會教我們的事情 我們很高興參加跟小朋友一起講故事 然後又參加表演班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雖然我們做得不好 可是我們會努力的 我就覺得活到這個年齡 還有一個工作 等於算是一個工作 一個目標讓我去完成 我非常非常快樂 覺得自己還不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活化歷史是從紐約引進來的 那在台灣已經12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 爺奶奶他們帶著他們的生命經驗 傳遞給孩子 這兩代人如果彼此理解的話 那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